当代年轻人物大美德 内敛 我帅吗 大胆 会会会 我现在特别怕 坚持 哇 这么多题 算了算了 情绪稳定 我很早就会起了各位 很早就会起了 从容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类吗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 长辈和小辈们的评价 长辈的话就是我家人 然后会给我发信息 说还不错 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小辈 目前好像没有 虎场大考问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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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梦中那天还在热播吗 想这样你有没有统付追击啊 有有有 但是应该没有跟得那么紧 没有那么快是吗 对 他因为是在电视上播嘛 所以我也是跟电视播的 因为我要给你动线收视率 谢谢 谢谢 听说你拍制补戏的时候 你才1200多场戏吗 好像没有那么多场戏 先批咬了一下 没有那么多场戏 想让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啊 或者感触比较深的那种戏 感触最深的一场就是 在小辈生退伍之后 回到了北京 她被小梅推着轮椅啊 推进她爸爸的卧室的时候 然后她爸爸已经去世了 然后看见那个床上 有她爸爸的徽章 那场戏让我印象很深刻 一场情细戏嘛 就看预告 就哭得特别的有代入感 眼泪居中流下 想知道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眼泪我设计不了 它从哪边流下来 拍的前期做了很多功课 但是其实好像就拍了两遍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那场戏搞的 所以大家在讨论你那场戏 在长城上浪奉的那个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飞好汉 去指行程二万 这个读得好好呀 就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解读那场戏的吗 其实当时那场戏 用这一首词的时候 也是想把它 小人生的那种朝气蓬勃 以及他那种 勇往直前的那种状态 借长城的这个 很空旷的一个景观 给抒发出来 我想表达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少年很无畏 的那种感觉 完全传达到了 真的就是大家解读的 就是这样的 少年意气和那种壮阔的山河 谢谢 谢谢 有一场戏就是 大家都骑自己车 就你笑得也很开心 但其实看了这篇才知道 红铃可以录舞 乐定性爱情的感觉 就感觉保得很好 这场戏是怎么的 其实那场戏 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也有跟导演讨论 骑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不是需要 流露出难受 或者是忧愁 但是我们后面 想了一想 小人生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永远都是 把自己的阳光的那一面 温暖的那一面 呈现给大家 所有的不好跟难过 他都自我消化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他身边有这么多兄弟 然后有这么多亲人 爱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那就青春洋溢吧 这就感觉 他跟爸爸的相处也很重 对就像姐姐说的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我在拍的时候 其实我把重点 全部放在了 附近清醒的戏上面 他糊涂的时候 我就陪他玩嘛 其实就陪他演戏 但他清醒的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抓住 这个其实是我跟爸爸 本体相处的那个模式跟感受 那你觉得 小梅和鸿鸣的感情 反正从你的视角来解读 会怎么解读 这样的感情 我觉得一段是 青少年时期的那种 炙热 然后直接奔放 跟小梅的那一段 其实是细水长流 陪伴 甚至是生活吧 我觉得那个是爱情 爱情的真谛 我觉得特别错的一个点 就是所有的人 都不支持小梅当医生 都不支持他协议 只有小梅当他同医生 好 可以啊 小梅当医生同志 佟大夫不在 我是每天在家 也不能偷懒啊 我可不能辜负了 你这些日子的 劳心劳力 是不是 对 其实这个点是 稍微做了一点点设计 就是强化这个 同医生的这个点 昨天呢 叫他护士 或者怎么怎么样 其实小梅当医生 一直说 同医生 同医生 就是一个 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吧 你送我同医生 你的时候 你小声地说一句 记得想我 自己设计的吗 对 这个也是 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 其实想说 有没有可能去大声地说 想我呀 一定要怎么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反其道而行 也许太有千言万语 但是话到嘴边 又说不出来 所以就选择了一个 想我呀 对 这种 所以就有很多 年代感的道具嘛 感觉至今都非常还原 有没有哪些道具是 就你进去那个场 就是经验到自己那种 因为我是南方孩子嘛 像北方他们 70年代 用的那个暖炉 特别有意思 它又可以烧水 然后又可以当暖气 那那个骑28大杠啊 或者用的 那当然那个是 萧生生的本体啊 28大杠 我可是学了好久 虫天人不会骑自行车 怎么了 会会会 我现在特别怕别人说 你学会骑自行车了 我可不想再 大家关注到 我骑自行车这回事了 我很早就会骑了 各位 很早就会骑了 不要再说这个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们说3D打印了那个扎皮碑嘛 对对 那个碑口比我脸还大 萧春生有帮叶国华画像捞人吗 就感觉萧春生技能和肖战技能有的重合 这个真的是巧合 那吹口琴呢 我也不会口琴啊 那个红蜻蜓 那个是我现场学的 就可以吹出一个调子 他能做出这种画画像捞人的行为 他已经是个依人 是 我最近也是学习了 什么是依人爱人 这个 依人就是比较外向射牛对吧 然后爱人就是比较内向 那你有测过这种 就他们说的MCA 我还没有测 因为那个题太多了 我本来那天很好奇 点台看了一下 我这么多题 算了算了 你很好奇吗 我就还挺好奇的 有那种非常简单的测的 比如说I就是喜欢宅在家 I就是喜欢出去玩啊 这样 那你的你是I还是E啊 我应该是I吧 应该是I人 大家都猜你是I F5J 就是F意思就是比较干净的 对 T是比较引进的 你跟F还是T呢 都有 能综合一下吗 有这个选项吗 没有 但是你肯定是I人或者E人吧 肯定吧 就这两大 就这两大类嘛 整段还要 我看那个时差还F5 他们那个出场嘛 就是很帅气在预告片里 感觉好有气势 结果现场是用板车拍的 你以为的时差还F5 宝宝巴士 因为大家都没有滑得很熟练 为了方便拍摄 导演他们就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板车 但我看你第一道滑挺好的 也没有到很好 就是小时候滑过 所以可以滑行 大家就是要吃演员这碗饭嘛 那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哦 自己播出之后 信任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吗 你有没有收到一些长辈 或者小辈们的评价 长辈的话就是我家人 然后会给我发信息 说还不错 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小辈 目前好像没有 那如果你再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在活动上遇到一位艺人朋友 然后他错过来说 你会怎么接呢 我帅嘛 真的吗 你不用问吧 我指的帅呢 是肖真生的人格魅力 对 不是说外貌了 他的那种精气神 对不对 帅可以包括很多事情 感觉他很印象注意的 就是很相处于这个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 他永远在坚守自己 你好像觉得角色大多数 有种感觉 其实也没有吧 我觉得我所有的角色好像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可能他们的内核是一样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跟前些年相比啊 你自己在这些方面 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新的考虑 首先故事要打动人吧 首先要打动我 得让我爱上这个角色 然后我才有把握 去把这个角色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爱上他 可是没有什么介绍 你讲不是这样吗 是 所以就是要一直坚守下去嘛 作为剧组那种劳模嘛 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分散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一直保持演技 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好好休息 然后努力地充实自己 怎么找到工作中的成就感呢 那我问你 梦中的那片还好看吗 好看 来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动力是吗 对 我今天努力一天 过了八个小时 就是为回家看那样剧 太棒了 那这就是我们演员 作为演员 她的意义嘛 那我6月18号 不玩之后 我们也得看到自己吧 下次就能不能赶紧定了 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 这还没有刷到 解说的语气 对 解说的语气 最近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 讲叶芳的 以叶芳的视角 红生之叶芳爱 太有才了 我觉得这些人 她说我叫叶芳 我重生了 我的家庭想让我跟谁联姻 我拒绝 所以我利用了谁谁谁谁 红军结尾特别好玩 说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就来CCTV干吧 没坏 19点30分 一定要收看梦中的那片海 超好玩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用北京话说 各位爷 他们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梦还不好看 给我一管 大家也不用这么抱你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萧春生 他的朋友叫小华 别小看他们 就在前不久 他们 他们要回北京了 就在前不久 他们 他们决裂了 他们决裂了 没有没有决裂 没有决裂 就是产生了矛盾 后面还有什么 那CCTV干吧 每晚19点30分 一定要收看梦中的那片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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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